福宝是人办的吧 经常偷摸找爷爷 告老妈爱宝的黑状 作为享誉国际的动作巨星 福珠珠没少让爱宝闹心 这天被揍的福珠珠 找到宋爷爷 连笔带华的 向爷爷告妈妈的黑状 没成想宋爷爷听完 却表示妈妈答你 是不是也有你的原因 想想是不是哪里 又惹妈妈生气了 然而福宝可不管这些 一个劲地向爷爷诉苦 可是宋爷爷却坚定地表示 你们母女俩的事 我可管不了 再反复确认宋爷爷不帮自己 小熊金福宝随后 又一头扎进了江爷爷怀里 嘴里叨叨着 妈妈如何虐待自己 让爷爷去管管妈妈 谁知江爷爷 和宋爷爷穿一条裤子 竟然都很认同 爱宝教育孩子的方式 但是看着一脸委屈的大孙女 江爷爷也很心疼 一边安慰 一边告诉大孙女 妈妈是爱你 等将来你做了妈妈 就都明白了 这天福宝和江爷爷 在户外玩雪球 只见江爷爷拿着一个大雪球 不停往大孙女身上跑 等爷爷把祸祸了一半的雪球 放在一边后 机敏的福珠珠赶紧 把大雪球揽在怀里 心想这不是给我玩的吗 爷爷你都快给我完美了 后来江爷爷在福宝干饭的时候 假装要抢大孙女手里的竹笋 不成想护食的福珠珠 赶紧用手挡住 加快干饭速度 江爷爷爷的手 从大孙女毛茸茸的胳膊下抽出 揉了揉大孙女的大脑袋 机灵的福珠珠 则赶紧握住江爷爷的手 似乎在说 爷爷就不要再逗我了 这天手工达人宋爷爷 给大孙女制作了个南瓜包 福宝拿到手后 无比惊喜 爱不释手地对着包包 一顿贴贴 后来还专门对着镜头 展示起了心爱的包包 作为熊猫圈 最有镜头感的女明星 发现和自己一起拍照的宋爷爷 不小心抢了自己的镜头后 立马伸出了小手 表示让爷爷找准自己的位置 在韩国的三年多来 福一珍已经有了两首 专属的单曲 除了小时候的 Baby Panda Song 这部临近回谷 舍不得的仪役们 又给福宝写了首新歌 希望福宝勇敢去冒险 带着梦想去旅行 咱就说古灵精怪的福珠珠 谁能不喜欢呢 这只热爱兔子跳 拥有专属BGM的大熊猫 名叫秦大狗 作为熊猫圈天生的舞者 专注蹦迪的秦大狗 都把奶妈给看烙了 对此有网友表示 每天这事有啥高兴事呢 天天开心到直跳 当然也有网友表示 孩子还这么小 就凭自己的本事 把自己跳红了 不禁让人担心 万一被人选走可怎么好 对此大家可以把心放肚子里 作为陕西秦岭的显眼包 秦大狗只能看不能学 对外永不租借 完全不用担心被借走 虽说秦大狗刚刚一岁多 但是名场面却不少 除了爱到处蹦迪 还记得那个在院子里玩耍 一不小心 就秒遍扫地机器人的小熊猫 他就是秦大狗 后来爱闹爱玩的他 表现出了强大的后知力量 能在任何地方蹦迪 别的小熊都还在爬行 秦大狗都已经扶墙站立 开始蹦迪了 对此还有专业人士 做出了点评 舞姿欢快而起刻 仿佛脚下装了弹簧 跳跃时如行云流水 不知疲倦 因其舞蹈才能 在秦岭大熊猫中 不一无二 秦大狗早早地成了秦岭舞王 未来可期 最近秦大狗视频底下 有许多网友说 这是不是熊猫刻板的表现 先不说什么叫刻板 但就说秦大狗 从小展现出的舞蹈天赋 其实并非偶然 而是基因传承的结果 毕竟他的笑容 也非常热爱跳舞 每当开心时 就会跳上一场 在秦岭野生动物园 曾经憨厚老实的七仔 都被养出了八百个新年 更不用担心 小熊猫会因为环境问题 出现什么刻板行为 因为可爱的外人 不少网友 把秦大狗认为是女孩 其实她是个实打实的男孩 和双胞胎妹妹秦小怪 感情非常好 经常一起出去耍 典型的妹控无疑了 真的很好奇 有才艺棒身的大狗 成年后 会赢得多少女熊的芳心 熊猫带娃骂骂咧咧 果然谁带娃谁崩溃 大熊猫也不例外 这天四元妈妈 在木架上 还没休息两分钟 大儿子四一就又跑了过来 一个劲地黏着自己 四元妈气不打一出来 极其不耐烦地抽开了手 骂骂咧咧 感觉下一秒就要抱走 然而四一同学 却还在没完没了地 往妈妈身边从 然而这还是小场面 四元妈曾经一熊带六个娃 那场面简直不要太烦熊 尤其是熊孩子们 向她要奶喝的时候 别说排队讲究先来后到 四元妈直接淹没在 熊孩子们身下 四元女士表示 我想逃 却怎么也逃不掉 最后干脆躺平 愿由熊孩子们折腾自己 同样是带娃能手的莉莉 也曾在生下小儿子奥利奥后 同时被分配了四只小熊 几个孩子一起吃奶 对莉莉妈而言都是小场面 后来圆润还曾因为挤不进去 一直焦急地在外面转移 也许是小时候挨过饿的缘故 圆润当妈后 主打穷养女儿负养几 饿谁也不能饿自己 这天哈欠的圆润 看到女儿花花正努力地吃损 当即夺了过来 当然圆润也很静置镜 看到花花和润月不听话 非得爬假山 圆润气得扭头走熊 然而生气还没一分钟 就赶紧去把两个孩子弄下来 可是把一个弄下去 另一个又上来了 看着不听话的梁小枝 气恼的圆润女士 再一次扭头走熊 一边上厕所 还在一边生气 表示累了爱砸砸地板 这天不老实的润月 被圆润狂揍 后来都被打到沟里去 气得跳脚的圆润还不解气 但是犯事儿的熊都没眼 也不好再发作扭头走熊 然而还没走两步 她好像意识到什么 又回来给干女儿花花 一记抱锤 花花怎么也没想到 她老妈还能杀个回马枪 而作为陈圆润的好闺蜜 谈淼淼带娃 主打一个碰瓷师带娃 娃一碰就倒 一生气就跳脚 给好闺蜜带娃 淼淼表示陈圆润 你欠我的拿什么还 这天润酒一把把 躺在架子边的干妈淼淼 给推了下去 气炸了的淼淼 当即准备替圆润好后 管教一下熊孩子 结果却被熊孩子给扑倒 气得淼淼当场跳脚 同样的自己的孩子也不省心 没有一刻消停的 淼淼则蹲在树边 一心百烂 然而熊孩子却不想放过她 爬到淼淼身上一心折腾她 淼淼内心OS 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果然任何物种 都受不了熊孩子